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0年代曾经是台湾八点档联系剧当中经常出现的女星 1984年高金素梅参加了当时的名主持人张小燕的歌唱比赛节目《大精彩》 天生的一副好嗓子再加上丰富的助唱经历 使得高金素梅一炮而红走上了闪耀的成名之路 但是高金素梅并不满足于歌坛所取得的成就 在连续出了几张专辑之后就转向了电视圈 她的第一部电视联系剧《不了情》表现非常的不错 之后连续出演了电视剧《晚君》《三朵花》 之后她在影坛上面也大展宏图 连续拍了多部电影作品 不过令她登上影视巅峰的 是当时名导演刘家昌所指导的《梅珍》 填介着此片当中的绝佳表现 1994年高金素梅荣获圣地雅歌影展最佳女主角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正当演艺事业处在巅峰之时 高金素梅却选择了退出演艺圈 因为她认为演员其实不是自己想做的事 本来以为在吸引之后的日子会更加的自由 却没想到遇到了人生当中第一个重大的挫折 高金素梅与朋友合伙开的婚纱店 发生重大的火灾 导致六名员工不幸遇难 而原本合伙投资的朋友都选择了逃避 结果高金素梅不仅拿了积蓄的2000万新台币善后 还打了长达四年的官司 在经历了这次挫折之后 高金素梅决定付出拍戏 却没想到已经患上了肝癌 本来已经写好了遗书 但还好及时做了手术躲过了一劫 在34岁生日的那时 又遇到了震惊两岸的921大地震 也就是在这场地震当中 当她目睹了自己的同胞受灾之后 流离失所的惨状 决定要做点事情 就在此时 金高素梅给自己将了母姓高 这也就是高金素梅这个名字的由来 两年之后 高金素梅开始了传奇般的从政生涯 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性 自然会赢得大家的瞩目 其中也包括媒体 但是媒体永远对女明星的爱情故事充满了兴趣 更何况是高金素梅这样身份特殊的女性 为此媒体还专门列出了一张情史清单 来细数这些年高金素梅的感情经历 高金素梅刚进演一圈时的初恋男友是郑锦一 两人相恋三年 从1985年持续到1987年 年轻时的郑锦一是绝顶风流的音乐创作才子了 但后来她风流又稀释违禁品 在综艺圈内越混越差 和高金素梅相恋三年 据传因女方忍受不了她的花心 而替分手 郑锦一甚至痛哭流涕 想要轻生 不过她本人对此事失口否认 也有媒体说是因为郑锦一赌博欠债 又刚好遇到了分手的痛苦才会失态 媒体之间以讹传讹 真相如何 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 1988年 高金素梅和商神黄冠博相恋 那时候才二十出头的高金素梅充满了经商头脑 并不满足于演艺视野 两人还合伙开了一家餐厅 但是这段恋情因为男方财务状况 出现问题而分手 后来黄冠博取了香港著名女星夏文熙 两人赴美领证 婚后生了三个孩子 不过后来婚姻关系变得迷离 1989年 高金素梅交往了一个歌坛小生高明俊 两人相恋三年 缅甸出生的高明俊 1988年因为一手年轻的贺彩 在台湾一炮而红 前途一片大好的她 还曾不惜为了捍卫这段感情 公然挑战经纪公司的禁令 不过两人最后还是遗憾分了手 后来高金素梅患癌时 高明俊老婆已经怀孕 但她还专重问候 1992年 高金素梅和曾经合作了不了情的何嘉静 陷入爱河 两位当真是俊男靓女 十分的养眼 可惜这段恋情只维系了一年多的时间 就无疾而终了 两年后高金素梅的绯闻对象变成了吕崇敏 吕崇敏表面上是台中有限电视大亨 实则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全台最强大哥 媒体口中的金素梅 神乎其神 被形容的令吕崇敏的太太痛不欲生 与太自身家庭背景复杂 又有政治人脉牵扯 很难想象会因为高金素梅的借数而大失常态 而高金素梅和吕崇敏这段 当红女星搭上黑道大哥 又被金屋藏娇的故事 到底是她当年巅峰隐退的真相 还是媒体捏造的攻击筹码 就无人能知了 2001年 高金素梅与唱片制作人戴维雄交往 那时她刚好肝癌康复 本是一件开心事 结果媒体爆料因为她的介入 戴维雄和当歌手的太太关爱 在2002年离婚 而关爱也因此得了抑郁症 虽然高金一再表示 这个传闻受无稽之谈 男友戴维雄仍和前妻保持良好关系 自己并非第三者 但这条新闻恰恰证明了 他们的关系存在于男方离婚前 此时大病病育的高金素梅 因为高龄怀孕满心的关系 结果因为无法确诊癌细胞 是否会影响胎儿 而不得不选择了流产 没想到失去的这个孩子 竟然还引出了新一出的风波 这就要和下一段绯闻的对象有关了 当时有人爆料出说孩子的父亲 并非戴维雄 而是料伪制 对此高金素梅罕见出来发声 强调这是对他们过往感情的诋毁 廖伟制是微风集团董事长 三桥实业集团董事长 2002年媒体曾刊出高金素梅 和他单独见面的照片 来做头版头条 还言之凿凿地说 两人一同前往巴厘岛和澳门度假 高金素梅本人也澄清 两人只是多年老友 他哥哥也出来帮忙解释 但媒体依旧不依不饶 他也曾为此事公开发表声明 表示像曾经当了第三者之歉 对牵扯到无辜的人抱歉 可见极力想撇清和廖伟制的关系 2015年6月 廖伟制去世时 高金素梅被拍到现身告别室 面容憔悴 拒绝采访 同样是2002年 当时围绕着他的还有第三段绯闻 因为工作关系 和同神郑志龙擦出爱的火花 也令他又一次陷入 介入别人婚姻的风波 郑志龙曾经当选过 亚洲最全能球员的篮球运动员 曾因战绩颇佳 被赞誉为篮球博士 在他退役后从了正 和高金素梅成了同神 因为两人都是泰雅族的后代 所以格外聊得来 因为媒体认为他们的合照 靠得太近而捕风捉影 传出绯闻 他再一次开新闻发布会 否认自己是第三者 强调纯粹是同事关系 没有私人感情 不过郑志龙的太太吕祖颖 可不是这么认为的 吕祖颖公开指控 高金素梅借助自己的婚姻 导致父亲二婶考虑协商离婚 不过没多久 他又改口说要重新开始 不知是为了孩子 还是考虑面子 夫妻关系缓和还没到一周 媒体继续曝光 郑志龙流连欢场 搞得还没彻底原谅老公的太太 又一次出现在美光灯下 变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 这场婚姻在两年后已分开首场 不管最终签字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灌在高金素梅头上的罪名 一直被反复提起 或许之前好几段和大人物的关系 都是媒体道听途说 但这一段 却实在是证据确凿 从2006年开始 高金素梅和另一位政客 李洪源 长达五年的婚外情 这也是他自己唯一承认的一段 插足他人婚姻的关系 这段不轮之恋的曝光 源于媒体接到线报之后 追踪二位来到北京 结果在后海的酒吧街 看到一对痴男乐女相互依偎 当街唱着邓丽君的 我只在乎你 还时不时寒情默默的 望着彼此暗送秋波 唱完两人还一起坐三轮车 夜游车盒 隔天狗仔又在机场捕捉到 甜蜜共识的二位 还投靠着头依偎而眠 十分警觉的两人在北极登机口时还结伴同行 结果到了台北立马分道扬镳 前后脚出机场 却还是上了同一辆车 这如果只是一段普通的爱情 想必大家都会为他祝福 但那时的李洪源已经结婚将近三十年 还育有四个孩子 好事的媒体直接举着照片 去采访李洪源的太太 搞得李太尴尬之余 还得为丈夫澄清解释 事情一出作为当事人的两位也是双双否认 强调只是朋友 高金素媒更称对方如兄如父 亦师亦友 但此后两人也丝毫没有避嫌忌讳的意思 依然出双入队在各种场合 就算被拍到勾肩搭背 依旧还是朋友 2009年媒体再次爆出 男方已经搬来女方家中常住 大有为爱抛弃弃子的意思 李洪源被拍到在上班时间拿公务车 带着高金素媒一起去打网球 也因为此事 他辞去了当时任职的台北县副县长职务 很长一段时间都选择韬光养晦 两身明晃晃地牵手照 让此前所有的朋友关系都变成了谎言 而后续陆续爆出高金素媒 花了1.2亿新台币 准备为同区共筑爱潮 对此李洪源的弟弟李洪君公开发话 他要是赶来我们家就放狗咬他 还替兄道歉 强调这个丑闻实在是有爱观瞻 高金素媒也渐渐松口 承认他们是拥有共同理想 未来会一起共事的伙伴 但不只是为了仕途 还是为了家庭 男人最终还是回心转意了 事后李洪源他也证实了 和高金素媒分手一半年 后来这对昔日的恋人 重新在工作场合相遇 疲痛激烈地将近12分钟的质询 引来媒体的关注 事后两人握手十分的大方 对于还有没有再联络的提问 李洪源极力撇清 高金素媒则是语言不详地拒绝回答 2011年 正处在和李洪源分手疗伤期的高金素媒 竟然有报道称 他一见钟情爱上了小11岁的许之远 据媒体说 这段恋情在当时的北京文艺圈人尽皆知 某报社主编正为还曾经在社交平台上公开恭喜许之远 许之远嘴上虽然强调不要张扬 但又承认了恋情 也许正应验了追到家人心欢怒放 况且当年高金素媒名气实在是大过他许多 但女方对此事的表态则显得沉默多了 13年底 许之远方证实两人已经分手一年多了 这段短暂的恋情宣告结束 近些年也有媒体讹传 高金素媒和李红源旧情不燃 但没有得到证实 19年高金素媒接受采访时坦言 自己不考虑结束单身 要把更多的经历时间投身到工作当中去 往事情事皆如过眼云烟 他经历了人生的各种坎坷和磨难 早已经把旁人的闲言碎语置之度外 全人凭着满腔热血和顽强的意志力 在扮演着他神圣的新角色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PJ17 优优独播剧场brau